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忽而回头 西云林后的我们也走到了五十岁的门槛了 有的人已经跨过了五十蹦六了 再往后说就到了我们的养老问题了 要是大意了 等到六十岁的时候一穷二白 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就会很没有安全感 想要安度余生 手里有钱是根本 要早点打算 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每天忙忙碌碌 收入不少 可是不见得家庭变富 也说不清钱花到哪里去了 大部分的家庭都没有养成记账的习惯 毫无计划的花钱 结果导致一大笔糊涂账 做人一半糊涂 一半人清醒 在钱的事情上糊涂也是清醒的 丝毫不能糊涂 作为七年后多半是出生于穷苦家庭 然后白手起家 改变家庭的家庭 吃过很多的苦 在我们庆幸命运改变的时候 还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 我们的养老问题 要自己想办法 父母大半生在农村 多半没有退休金 还得给赡养费 儿女刚刚成年 需要扶上马送一程 建议你从今往后收起你的大方 别花以下几种糊涂钱 一 社交方面别称兄道弟 乱花意气钱 社交大师卡奈基说过 一个人的成功15%取决于专业知识 而85%取决于人际关系 曾经我们把亲戚朋友 同学 工友等等 都当成自己人脉关系 希望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 遇到某个有钱有势的人 恨不得和他多喝两杯家庭影响 总是在想 这一次呢 舍命陪君子 下一次遇到事情了 君子会帮我 经过实践探索 我们发现 好的人际关系 是建立在自身素质上的 也就是说 你若盛开 蝴蝶会皆宠而至 一朵花能够让好几只蝴蝶来采花粉 还有蜜蜂采蜜 苍蝇 小虫 紧随其后 比方说你经过多年的努力 在某个厂里面混到了管理岗位 同学朋友会慕名而来 因为你可以帮他们找到工作 也能促成某方面的好事 社交的根本不是推杯幻展 而是提升自己 五十岁的人少喝几杯身体好 吃吃喝喝的钱花得越多对身体伤害越大 这是本末倒置的事情 亲戚方面 别攀亲太宽 多花份子钱 农村有一句俗语 一代亲 二代表 三代四代认不到 就当我自己说吧 我父亲五兄妹 母亲七兄妹 因此我的表兄弟就有三十多个 小时候和父母一起拜年 表兄弟们一起打打闹闹 挺开心的 在长辈家里也能够拿到一块钱的红包 美滋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部分的表兄妹们都去外地谋生 一年到头都没有联系 有一个亲戚群 大家偶尔会聊上几句 但是互帮互助的事情基本没有 有亲戚家办喜事 亲帖就来了 以前亲帖是送到家里 现在是发电子亲帖 动动手指就送到了 可是亲戚是越来越担保 逢年过节也懒得串门了 如果你把好几代的亲戚 都算成是必须交往的人 分子钱就会有很多 虽然大部分的亲戚都讲究礼商往来 但也有一部分的亲戚 只懂收礼不懂回礼 对长辈要尊重 对平辈要看淡 对晚辈要选择性交往 不要让分子钱 红包变成经济负担 钱和感情是没有办法对等的 糊涂要给 也要糊涂不给 养老方面 别相信不良商家 别乱买保险 辽宁晚报上有一个这样的消息 复兴蒙古族自治县 某派出所电话 当地一个叫小新的人说 他被阿伟骗了四万元 原来从2010年开始 小新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阿伟 阿伟说他在保险公司上班 公司在推行某种类型的养老险 还能补交之前的保险费 2017年 小新生病了 要用到保险 才发现被骗了 2020年 小新在民警的帮助下 把钱追回来了 一个骗局连续十年 在万人看来很可笑啊 但是在我们身边 却常常发生着类似的事情 其实这些骗你买保险 买营养品的人 无外乎是以下几种套路 看完 你就不会轻易上当了 一 小恩小惠 今天送鸡蛋 明天送大米 后天送油 首先的小恩小惠 让那个困难年代过来的人 觉得有油头 听天乐此不疲 感觉还挺乐呵的 其实 老人和这帮骗子之间 就是靠这种小恩小惠 逐渐建立起了信任感 很多老人都不好意思不买 逐渐开始小批量的买 过渡到大额买 这帮人 有一套完整的系统 钓鱼的线也放得相当的长 最可气的是 所有忽悠老人的东西 当时承诺无条件送给老人的东西 他们自己 都会有台账 一旦哪天 这个老人或者亲属翻脸 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 可都是天价 比如一瓶五百毫升的玉米油 就会变成一百九十九 或者两百九十九 绝对羊毛出在羊身上 跟你没商量 二 嘘寒问暖的关心 这种关心太可怕了 是买保健品带来的负面效应 最大的恶果 很多六十到七十岁的退休老人们 他们的孩子一般都是三十到四十岁 正处于上游老下游小的年纪 很多时候很忙很累 压力也大 关心老人的时间不够 精力不够 但是这帮人却可以天天给老人嘘寒问暖 隔三差五的去探望老人 然后不经意间 挑拨老人和孩子的关系 让老人觉得自己很可悲 孩子不关心他 不爱护他 逐渐让老人和孩子之间有了间隙 甚至故意设下一些送命题 让老人来试探孩子 然后的结果一定是 让老人对孩子失望 对他们则逐渐更信任 三 利用疾病恐吓老人 到了六十五到七十五这个年纪 老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疾病 尤其是慢性病居多 这帮人就充分利用这些慢性病 疾病 恐吓老人 找出很多病例 甚至包装老人身边的案例 夸大保健的作用 这个年纪的老人好不容易有了现在的生活 谁都想多活几年 谁都想多享受几年 也都因此很重视这些疾病 在对方的恐吓中 自然而然的 就买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但有些东西是天价呀 最邪乎的是 他们还忽悠老人不要信任医院 信任他们这种真是太可怕了 到了一定的阶段 他们会组织相对规模 比如有大几十 甚至上百老人的规模 参加的这种所谓的健康讲座 然后有假冒为例的专家 现场忽悠 一番自吹自雷后 然后就开始推广其什么产品 夸大功效 现场的托儿在上台分享这种治愈效果 把气氛带起来 然后就开始饥饿营销 要不就是货源有限 先买先得 要不就是只要有专家在场 甚至假模假样的专家签字优惠 可遇不可得 现场刷卡 买单 一座小型的讲座卖货 可以达到几百万 你想象不到的高度 有的骗子更狠 直接让老人瞒着孩子出去去借 或者给老人办信用卡 我一个邻居 他父亲深陷养老骗局 先后花了自己五十万 然后去外面又借了七十万 当我们老了以后 看清事情的真相 不要上当受骗呢 四 在育儿方面 别帮儿女太多 掏空了所有的存款 看着初出茅庐的儿女们 你会很着急 担心儿女的翅膀不够硬 所以常常拿钱 帮他们投资 回头想一想 七零后的我们 从父母手里 接过一笔落费 然后去梦想中的城市 在工厂打工 忙了很多年 才站稳了脚杆 找到了门路 为什么我们不能 把独立成长的经验 传给儿女呢 而是给儿女钱财 这是需要反思的问题 帮儿女成家立业 父母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不能过度的帮忙 更不可培养出败家子女 尤其是儿女要投资创业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不要陷入各种套路 不要盲目开始 在风险和稳定之间 寻找一个平衡点 帮助儿女要留一手 避免自己负债累累 五十岁以后 还要东山再起 很难 不要大意了 俗话说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用之有度 熬过一穷二白的日子 以后就可以享福了 如果你对权财的事情 不清楚一些 夫妻就少一些 不管你去农村养老 还是在城里度日 都要花钱 生老病死是常事 但是手里有钱 事情就会体面一些 从今往后 既要努力赚钱 还要使劲地抠门 糊涂钱尽量不要花 赚钱如击沙成塔 花钱如江河入海 甚至又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clique不可思念 明镇 我们下周 明镇 广告 明镇 感谢观看